女儿高考 老婆破天荒放下了工作 亲自开车送女儿去考场 中途老婆接了的电话说有急事 像我和女儿都在半路 路上根本打不到车 我们只能一路狂奔到考场 结果还是迟到被禁止入场 女儿深受刺激 促发心梗 被送进ICU 能救治女儿的特效药只有老婆公私有 她是唯一负责人 我打电话给老婆时 传来了她竹马陆景臣的声音 如烟在忙 你有事吗 我没心情分析为什么老婆会和她在一块 只是焦急开口 我女儿正在医院抢救急需如烟公私的特效药 快让她送药过来 电话那头传来了老婆清冷的声音 一天天就知道撒谎骗人 离了我你会死是吧 说完她便挂断电话 我再打过去 只传来关机的声音 那一天 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女儿 病院情况十分危急 你刚不是说有特效药吗 药呢 主治医生面色胶着的从抢救室里走出来 她的心梗已经导致了心力衰竭 两个小时之内 特效药再不送到的话 我们也无力回天 两个小时 我一直拨打电话的手 猛低一顿 我浑身颤抖 焦急点头 医生 麻烦你稳住我女儿的情况 特效药我一定能拿到 说是一定 可我心里却慌得不行 我徘徊在走廊上 双手颤抖着拨打柳如烟的电话 一遍又一遍 可传来的始终是无情的关机声 我急得不行 只能拨打了柳如烟秘书的电话 请求她帮我把药送过来 可秘书说 特效药只有柳如烟有权限动用 其他人都没这个权限 时间不等人 我别无他法 只能求秘书告知我柳如烟现在的位置 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焦急与恐慌 秘书在纠结了一番后 还是给我发了个位置 我立马飞奔而去 这是一家宠物医院 一进门 我就看到柳如烟正经贴着陆景晨 坐在沙发上 一脸关切 看到我 柳如烟脸上的温柔立马化为不悦 叶凡 你有完没完 竟然还跟踪我 她起身 嗅眉颈簇 满目怒意 我不敢耽误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们女儿突发心梗 现在情况很危险 医生说只有你公司的特效药能救她 快 快哪要跟我去医院 我伸手想去拉柳如烟 可她满脸嫌弃地躲开 眉头醋得更紧了 陆景晨瞥了我一眼不屑道 叶凡我知道你看到如烟 跟我在一块心里不舒坦 可是你也没必要为了骗她走 就诅咒自己亲生女儿啊 诅咒 一听到这话 柳如烟脸上怒意更深 她冷声道 叶凡你手段还真多啊 为了争风吃醋 既然连女儿都利用上了 显然柳如烟也不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女儿高考迟到 受了极大刺激 突发的急性心梗 现在她人还在抢救时 情况非常危急 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我急疯了 几乎是吼着跟柳如烟讲清楚情况 然而 我的解释 并没有让柳如烟幸福 相反 她看我的眼神 更天厌恶 所以 你演这么一出戏 就是在怪我半路将你和安安丢下 一个大男人 如此小心眼 你好意思吗 不但我继续解释 陆景臣又开口了 叶凡 我家小花突然从窗口爬出来 摔下了楼 现在正在紧急治疗 如烟也是因为担心小花的安危 才会赶过来陪我 你一个当爸的人 却在这拿自己女儿的生命开玩笑 确实有点不像话了陆景臣口中的小花 是柳如烟送给她的一只宠物猫 见这家伙还在这挑拨离间 我忍不住就冲她怒吼了起来 你给我闭嘴 被我一吼 陆景臣故作惊吓般 朝着柳如烟那里挤了挤 柳如烟将她挡在身后 愤恨地瞪着我 叶凡你过分了 小花受伤了 景臣已经很难受了 你竟然还在这胸膛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气得脑袋发昏 深呼了两口气 强忍心中的愤怒 对着柳如烟好声道 我错了 你怎么说我都行 但女儿的情况真的等不了了 我语气万分诚恳 继续补充道 你快跟我去拿药救女儿吧 算我求你了 行吗 见我如此卑微地祈求她 柳如烟紧促的眉头微微一松 似是有所动容 如烟 小花内脏出血了 看起来快不行了 医生建议我们患家大宠物医院 做手术 陆景臣突然着急地 对着柳如烟叫道 闻声 柳如烟立马紧张了起来 放心 我不会让小花出事的 说着 柳如烟和陆景臣抱起猫 就往车里去 我一把拉过柳如烟 祈求着 女儿的药 柳如烟看着我 眉间有一次的游移 如烟 快走吧 小花真的快不行了 陆景臣则在一旁不停地催促 我放弃尊严 直接朝柳如烟跪了下来 再次恳求开口 再耽误的话 女儿真的会死的 如烟 我求你了 把药给我吧 我的语气卑微到了极致 为了女儿 我放弃了男人的尊严 陆景臣却是满面不爽 对我比一道 安安身体一直好得很 怎么可能突然就要死了 我家小花已经快不行了 你还在这演戏抢如烟 你能不能有点人性 这可是一条命啊 柳如烟闻言 一把甩开我的手 冷力道 景臣说得没错 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 身为男人 你在家不要脸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还当众下跪 你这不仅仅是丢我柳如烟的脸 更是在丢安安的脸 安安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一个 没皮没脸的爸爸 说着 他嫌恶地瞪了我一眼 便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带着陆景臣和他的猫 急驰而去 这时 医院的电话打来 叶先生 赶紧来医院 见您女儿最后一面吧 我放下电话 疯狂朝医院赶去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女儿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抱着女儿的尸体 痛不欲生 三天后 万念俱灰的我 一个人默默处理完了女儿所有后事 虽然已经亲眼看着她火化 但我仍然没有接受这件事 我接受不了 上一刻还斩钉截铁 说一定能考上北大的女儿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捧白灰呢 她是那么聪明 那么懂事 为什么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啊 我手捧着女儿的骨灰盒 小心翼翼地擦拭着 脑海中 不断闪烁着女儿从小到大的画面 眼泪 悄无声息地从我眼中滑落 这时 消失了三天的柳如烟 给我打来了电话 今天我妈生日 她允许你带着安安来柳家宅院贺寿 你好好十多一下过来 别再给我丢人了 我看了一眼女儿的骨灰盒 擦干眼泪 冷冷回道 好 我会带女儿过去的第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一个夜晚 她酒驾开车把我撞飞了 当时她很害怕 说不管赔我多少钱都行 只求我别报警 我躺在地上 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 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她那精致的面容 和微醺的迷离模样 无一不让我心跳如骨 那一刻 我有了一见钟情的感觉 我听从自己的内心 没有报警 也没有她的赔偿 而是强忍着身上的伤痛 一蹶一拐地离开 似乎是被我的特别给吸引 又或者是她喝醉了 哪根筋搭错了 变得冲动而疯狂 她直接上前拦住了我 带着醉意 很直白地开口 做我的男人吧 我也归是神差班 毫不犹豫地回 好 我们就这样闪婚了 并且很快就生下了女儿安安 柳如烟事业心强 喜欢工作 她的公司也离不开她 所以她主外 负责赚钱 我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专心做起了家庭主夫 负责照顾她和女儿的饮食起居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简单 却又非常甜蜜 那时候 我以为我们能一直这么美好 可后来 她的竹马陆景臣 从国外回来了 一切就都变了 吃饭的时候 景臣找我 你们吃吧 生日的时候 景臣找我 你们过吧 睡觉的时候 景臣找我 你先睡吧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陆景臣一个电话 柳如烟就会立马奔她而去 家对她而言 变得可有可恶 在外人眼里 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绿毛龟 但我从没有过一句怨言 无她 因为安安 在柳如烟令我越来越寒心 外界对我指指点点的时候 安安总会对我投来最真挚的笑 她慢慢长大了 会叫我爸爸 会跟我说话 会跟我玩耍 读书后 安安总和我说 她要努力学习 要变得比妈妈还优秀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以后要让我以她为荣 她说 她要为我争光 那一刻 我湿了眼眶 为了安安 我更加辛勤地为这个家付出一切 不管陆景臣如何 一次又一次地将柳如烟 从我们的家里叫走 我都一一忍受了下来 因为我想陪着安安 想看着她长大 安安也如她所说的那样 越长大越优秀 每一次的考试都是年级第一 高考前夕 她还自信满满地跟我说 她一定要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交到我手上 可我没等来安安的录取通知书 却眼睁睁见她化为灰 我的女儿死了 死在了柳如烟的冷漠与无情上 现在 再也没有什么理由 能让我继续忍气吞声吗 思绪漂浮间 我来到了柳家宅院 偌大的宅子 灯火通明 柳家众人齐聚一堂 热闹非凡 柳如烟和陆景臣 加坐在人群中 有说有笑 眉目传情 看起来倒像是甜情蜜蜜的两口子 一直以来 柳家人都特别喜欢陆景臣 他们认为 只有陆景臣才配得上柳如烟 而我在他们眼中 只不过是一个懦弱可泣的窝囊废 柳家的狗见了我都得对着我吼几声 我面色阴沉的走进去 一到大堂 就见柳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对柳如烟赞不绝口 如烟 听说阿安今年有望考北大 这孩子基因随你 也是你培养的好 你在教育上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阿安能有你这样的妈妈 真是她的荣幸 柳如烟面不改色的回道 阿安是我的女儿 我教育她是应该的 她优秀 也是必然的文言 陆景臣也忍不住附和道 阿安确实优秀 那聪明懂事的样子 跟如烟小时候一模一样 人见人爱柳如烟的弟弟刘子轩 立马打拒道 陈哥 既然你这么喜欢阿安 那以后你当他爸爸 柳子轩跟陆景臣的关系 一直很铁 在他心里 陆景臣才配当他姐夫 柳子轩的话 引出了满堂欢笑 大家仿佛已经忘了 我才是阿安的爸爸 见我走进大堂 正谈笑风生的众人 瞬间冷了脸 喜气洋洋的现场 变得死气沉沉 叶凡 女儿呢 柳如烟盯盯着我 发出如寒冰一般的质问 我目光如刀 冷声反问 你还知道在乎女儿 柳如烟翘脸一沉 直接道 你这是什么话 我工作忙 陪伴阿安的时间确实不多 但我努力工作 不就是为了他吗 我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将来我的一切都是留给他的 我还给他准备好了 最豪华的嫁妆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他 柳如烟越说越激动 似乎是气愤 我诋毁了他那伟大的母爱 我冷嘲道 是吗 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的一切 都是留给陆锦诚的这么多年 柳如烟曾无数次的 因为陆锦诚的一个电话 而抛下所有 不管是安安生日 还是安安生病 都没有陆锦诚的一个电话重要 这些我都忍了 可我想不到 柳如烟既然会为了陆锦诚 狠心将我和女儿 丢在高考的路上 甚至为了陆锦诚的一只猫 害得女儿无辜丧命 这样的他 竟然在这扮演一个伟大的妈妈 多么讽刺啊 叶凡 你混蛋 柳如烟脸色一变 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腕 别对我动手动脚 柳如烟脾气不好 他只要生气 就爱对我动手 以前 为了安安 为了这个家 我都忍了 但现在 不可能了 见我突然硬气了起来 柳家人纷纷都对我 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谁也没想到 我这个软骨头 竟然也有挺直腰杆的一刻 柳如烟更是犹如看陌生人一样 愣愣地看着我 好一会儿 他才甩开我的手 冷冽道 叶凡 我不就是没送你和女儿到考场吗 就为了这么一点破事 你还闹起脾气来了 陆景臣也趁机开口挑唆 叶凡 身为一个男人 你也太小肚鸡肠了吧 就为了这么一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在这虎脚蛮缠 你也不看看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可是柳姨的寿宴啊 你明知道柳姨就想看看安安 安安也喜欢来外婆家玩 如果不是安安 你都没资格参加这场寿宴 你竟然还不带安安过来 你这巴当的 真是一点不合格 此话一出 柳家所有人 都对我投来了极度厌恶的目光 特别是刘老太太 脸都气红了 太严厉开口 反正安安已经高考完可以独立了 如烟 从今天开始 把安安带到我们家来生活 以后不许安安跟这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见面 我好好的宝贝外孙女 别给他带坏了 刘子轩也瞪向了我 知道安安今天要来 陈哥特意亲自下厨 做了安安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你呢 明知道安安喜欢美食 还故意不带他 自己舔着个脸来独享 你恶不恶心 我看 陈哥比你更适合当安安的爸爸 这么多年 为了安安 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 顶着所有人的冷眼 无条件付出一切 可在柳家人眼里 我所做的一切 劲底不过陆景臣的一个可乐鸡翅 他们竟然觉得 陆景臣这个剑技 害死安安的凶手 比我更适合做安安的爸爸 多么讽刺 多么可悲 我忽然笑了起来 笑容里充满了泪水 叶凡 别以为你在这发疯 就能门混过去 柳如烟生气了 安安是我的心肝宝贝 不是你用来吃醋闹脾气的筹码 就你这样不在乎孩子想法 毫无责任心的男人 确实不配当安安的爸爸 我妈的寿宴 你若不想参加 没人留你 但安安是我柳家的血脉 是我柳如烟的女儿 你没资格剥夺她的自由 赶紧带她过来 我说起笑 冷眼看着柳如烟 悲愤道 女儿我已经带来了柳如烟环顾四周 不解道 在哪 柳家其他人 也左顾右盼 我宝贝外孙女在哪呢 我将包里的骨灰盒掏了出来 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她在这 见我突然砸出骨灰盒 现场众人纷纷吓了一跳 一个个的瞪大了双眼 诧异又嫌恶地看着我 刚刚还嘈杂的现场 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陆景臣率先反应了过来 瞪着我愤然开口道 叶凡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如烟是让你把安安带出来 你拿出一个骨灰盒是什么意思 诅咒自己的女儿吗 还是存心在这闹事恶心人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远离我 生怕被我晦气到 刘老太太捂着胸口 深喘了几口气 随即 她狠狠地盯着我 凌冽开口道 叶凡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快说 我的宝贝外孙女到底在哪 我说了 就在这 我指着桌上的骨灰盒 立声回道 叶凡 你有完没完 柳如烟的脸冷得可以结出冰霜 她的声音也充满了怒意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先是在宠物医院骗我说安安病危 现在又当众拿河骨灰来隔应人 叶凡 是不是我这些年让你过得太好了 才导致你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 我目光如冰锥 盯着柳如烟 沉声开口 我到底是不是撒谎 你去调查一下 就知道了柳如烟眉头紧簇 脸色深沉地注视着我 四目相对 柳如烟仿佛是想透过我的眼睛 看破真相 片刻后 她掏出手机 和秘书 以最快的速度 把我女儿找出来吩咐完 她挂断电话 一张脸冷若冰霜 看着我 叶凡 别以为你演得像模像样 我就会相信你的胡话 等我找到了女儿 我绝对会让你 为自己这几天的无知行为付出代价 你以后也休想再见的安安 柳如烟义正辞言 理直气壮 似乎已经认定了 我是在骗她 见她这副模样 我只觉得可悲又可笑 但凡她能放一点点心思 在我和女儿身上 她都说不出这种蠢话来 没多久 柳如烟的手机响了 看到是和秘书的来电 柳如烟立即点开免提 寂静的现场 顿时响彻起了和秘书颤抖的声音 柳总 我刚刚仔细调查了一番 才发现 您的女儿 在您送她去参加高考的那天 就已经去世了 此言一出 现场众人纷纷骇然变色 柳如烟更是大惊失色 不敢置信道 这 这怎么可能 是真的 柳总 那天您将您女儿中途丢下 导致她因为迟到被禁止入场 深受刺激之后 就突发心梗 当场就送去抢救了 我记得那时候 您丈夫还打电话 找我要过特效养 可是我没这个权限 就把您当时所在的位置 发给了她张秘书 一字一句 重重强调 但柳如烟颤抖着双手 将电话挂断 不敢再听了 因为后面的是 她比谁都清楚 她放下手机 骇然地看着我 颤声道 所以 您那天真的不是在骗我 我的情绪也翻滚了起来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我怎么会拿女儿的命来骗你 听到我这话 柳如烟的俏脸 一下子就垮了 她痴痴地看着桌上的骨灰 眼中聚满了泪水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柳老太太也像是被雷劈中了一半 无法置信地呢喃出声 现场的柳家人 全部惊愣住了 怎么回事 我看向柳老太太 历声道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 这都是你的好女儿柳如烟造成的 高考那天 她主动提出送女儿去考场 结果又因为陆景臣的一个电话 竟直接将我和女儿丢在半路 为了赶上考试 安安拼了命奔跑 一刻不停 可还是迟到了 她被禁止入场 当场就受不了 触发了心梗 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岌岌可危了 医生说 只有柳如烟公司的特效药能救她 我给柳如烟打电话求药的时候 她听到了女儿的情况 却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 我去找她 当着她的面 跟她诚诚恳恳 子子细细地讲明情况 她不信 我跪在地上求她给要救女儿 她不理 她甩开我 赶着去救一只猫 随着我一点一点讲明情况 柳老太太的脸色 跟着一点一点消沉 怎么会这样 最后 她摊坐在椅子上 脸色煞白地望向柳如烟 如烟 她说的 都是真的吗 柳如烟不敢否认 只是满脸痛苦地悔恨道 我 我当时以为她是在骗我 所以才 说到最后 柳如烟已经气不成声 她知道 是她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她无法否认的罪过 柳如烟啊柳如烟 我在家照顾你和女儿这么多年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跟你撒过这种谎 我极力解释你不听 她陆景臣随口一句挑唆 你就深信不疑 我们结婚二十年了 二十年 这二十年 无论我受多大的委屈 遭受多少白眼 我都可以不在乎 那是因为我想好好地照顾安安 为了她 我可以忍受一切对待任何事 我都可能马虎 但唯独对女儿 我不可能大意啊 你柳如烟 凭什么认为 我会拿女儿的命跟你开玩笑 我生死力竭地怒吼了起来 对柳如烟 我爱过也怨过 但现在 更多的是失望和痛恨 我的一番发泄 让柳如烟止不住地颤抖戳气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 柳如烟再也说不出任何话 只是不停地道歉 表达自己的悔恨 我冷笑一声 眼眶通红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道歉很可笑吗 在安安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 你不假思索选择了一只猫 现在 你又在难过什么呢 是为你那迟来的清醒 还是你那虚伪的母爱 柳如烟 你记住 是你 亲手放弃了安安 也是你 亲手害死了她 我再次置底有声地痛诉着柳如烟的罪过 毫不留情 以往 我就是太过在乎柳如烟的感受 因为太在乎她 所以才卑微 我像狗一样讨好了她这么多年 现在 她不配了 叶凡 你说够了没 见我已经把柳如烟骂得气不成声了 陆景臣忍不住又出来为她仗义之言 你没看如烟已经很痛苦了吗 你还在这不停地戳她的心窝子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 啪 我毫不犹豫 重重一巴掌扇在陆景臣的脸上 这一巴掌 我忍很久了 我满目凌冽 盯着陆景臣 我跟柳如烟的事 还轮不到你这个上不了台面的第三者插嘴 柳如烟是蠢 但你陆景臣是坏 安安的死 你们两个都脱不了责任 我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让现场众人多下了一条 陆景臣更是捂着脸 双眼赤红 瞪着我 你竟然敢打我 他咬牙切齿 当即就扬起手要打回来 住手 柳如烟及时制止 泪眼带着不容置疑的严厉 盯着陆景臣 陆景臣微微一顿 不敢置信地看着柳如烟 如烟 是他先动手打我的 你 你要拦着我吗 叶凡是我老公 我不允许你动他 柳如烟面色坚定地开口 陆景臣愣住了 他仰起的手 好似突然没了力气般 沉沉放下 这是第一次 柳如烟在我和他之间 选择了我 也是第一次 柳如烟让陆景臣当众吃亏 若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会被柳如烟的此番行动 感动到不行 但现在 我只觉得讽刺 吃来的深情 比草贱 我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放在桌上 我已经签好字了说完 我便带着安安的骨灰 大步离开 离开柳家后 我静止来到了提前埋好的一片墓地 将女儿的骨灰埋入土中 我认认真真的打扫了一番墓地 然后对着女儿的墓碑 开始叙叙叨叨 幻想着女儿还在我身旁 我想用这种方式 来缓解自己内心的压抑 传递出无尽的思念 直到现在 我依然没有接受女儿已死的事实 依然感觉 女儿好似从未离开过 可她的英容笑貌 只能在我的脑海 没法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能再看着她笑 不能听她甜甜地叫我爸爸 我真的已经永远失去了她 时间在无声中流逝 夜幕降临 我离开了墓地 回到了和柳如烟居住的家 准备收拾行李离开 一到家 我就看到柳如烟 正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 听到我推门而入的声音 她立马起身 一脸激动地朝我走来 叶凡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回来的 你肯定还是舍不得我的 对吗 她眼眶湿润地看着我 疲惫的眼中 带着一丝失而复得的欣喜 你想多了 我是回来收拾行李的 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衣物 柳如烟微微一愣 眼中的那一丝激动 瞬间湮灭 她缓了缓身 跟在我身后 小心翼翼地开口 叶凡 我知道自己这些年忽略了你和安安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害死她的 我求你 别走好吗 我已经逝去了安安 我不能再逝去你了柳如烟 一向冷若冰霜的脸 这一刻却戴上了祈求之意 再无从前的高高在上 我面无波澜 诞生开口 就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我就要原谅你嘛 听到我这话 柳如烟脸色一白 眼中瞬间蓄满泪水 她泪眼婆娑 痛苦地忏悔 对不起 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 可你能不能看在 我也是安安母亲的份上 不要抛弃我们这个家 我跟陆景臣 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 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 你如果不想我跟她有瓜葛 我以后可以不再和她联系 你想让我怎么做 都可以 我只求你 不要走 给我个机会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柳如烟再一次放低了姿态 卑微地求我 放在以往 我绝对不忍心 看她这么痛苦 可现在 看着她这满脸泪花的模样 我的心中 竟然没有激起一次涟漪 我知道 我跟她 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目光坚定 而冷漠声音始终如冰 柳如烟安安的死 我无法释怀 我做不到每天 面对你这个杀人凶手 更不可能原谅你 我们 结束了说完 我拿着刚收拾好的行李 与柳如烟擦肩而过 这一次 柳如烟没有再开口 只是如泥雕木素一般 默默目送着我离开 我知道 我的话对柳如烟来说很残忍 但我不想去考虑她的感受了 我对她温柔了二十年 可结果呢 换来的是她一次又一次的不珍惜 使她毫不留情地见她 二十年了 我也该认清了 她根本配不上我的爱 也不值得我再为她停留 离开了柳如烟 我来到了一个地方 进老院 安安在世时 一放假就会往进老院跑 她喜欢来这里当志愿者 照顾那些孤苦无一的老人 每次都会拉着我 带着大包小包 给那些没有家属的老人新衣服 有时候还会给他们打扫卫生 忙完了 就带着那些老人出去晒晒太阳 下下棋 聊天谈心 久而久之 进老院的老人们多认识了安安 当然 我也成了这里的熟面孔 我一来这里 那些认识我的老人 就笑着围过来打招呼 叶凡啊 安安那孩子今天怎么没来呢 对啊 好久没看到安安 我都想她了 她高考发挥的怎么样呀 都考完了 怎么也没来见见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呀 以往每次来 都是安安带着我一起 现在只见我一人 老人们顿时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起了安安 我听着他们的话 心里的哀痛再次被触发 悲伤逆流 强压下了内心的汹涌情绪 我尽力扯出一抹笑 故作轻松到 安安考上了北大 出国旅游去了 哇 我就说安安那孩子聪明 果然是不负众望呀 文言 大家一个个喜笑颜开 赞不绝口 每一个老人 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欣赏安安 安安以前也经常跟我说 他最爱跟静老院的老人家聊天 他说 这些老人年纪越大 反而越像小孩 需要人陪 需要人哄 需要关爱 相比起柳家那些 一年见不到几次的亲戚 他更喜欢这些 一看到他就会开心的老人 他说 柳家人喜欢他 是因为他是柳如烟的女儿 而这些老人喜欢他 是因为他本身 他还说 如果以后有机会 他想从事照顾老人 关爱老人相关的工作 这样 以后我老了 他就能更得心应手地照顾我了 安安的心愿 我一直记着 这也是我为什么出现在静老院的原因 我想在自己还没彻底老之前 替安安完成他的心愿 我常留在的静老院 无微不至地为老人们服务 每天给他们量血压 打扫卫生 按摩 辅助他们吃药 锻炼 聊天谈心 日子 简单而充斥 日复一日 也不觉得枯燥 不知不觉间 我在静老院度过了一整年 这一年里 我的心态逐渐趋于稳定平静 好像没有什么 能够再影响我的情绪 直到这一天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柳氏集团总裁柳如烟 遭遇重大车祸 身受重伤 已经放弃治疗 看到这消息的同时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叶凡 我是如烟的妈妈 柳老太太的声音 再无中气 特别无力 好似累了很久 没有得到休息一般 有什么事吗 我诞生询问 是如烟 他出车祸了 伤得很重 医生说 已经没几天可以活了 他声音微微颤抖着 似乎在竭力压抑内心的悲伤 见我沉默 他继续缓慢开口 叶凡 我知道你心里恨如烟 可是他这一年 真的是很可怜 他每天都会去你们认识的 那个路口徘徊 想着重新寻找你的身影 这次的车祸也是发生在那里 我这么说不是在博你同情 只是想让你知道 他真的知道错了 这一年里 他没有一天不在忏悔中 整日以泪洗面 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 才能入睡如烟每夜 在睡梦中 陆流着泪喊你的名字 身为他的母亲 我真的很心疼 我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问问你 能不能来见他最后一面 我老太婆求你了 好吗 刘老太太放下了老脸 卑微地祈求着我 说到最后 他已经忍不住唾弃了起来 时隔一年 曾经强势威严的他 如今却成了一个 伤心柔弱的可怜老母亲 我沉默片刻 随即回复 好 真的吗 谢谢你 由老太太喜极而泣 对着我连声道谢 我挂断了电话 与靖老院的老人 短暂告别之后 便踏上了去 往柳家宅院的路 对于柳如烟 我爱过也恨过 但现在 我已经放下了 也是时候 给过去画上一个 完整的句号了 一年没来 再次踏足柳家宅院 已然是物是人非 一切都不同了 上一次来这 所有人都是我为蝼蚁 验我为苍蚁 分分必知 唯恐不及 而现在 为了迎接我的到来 刘老太太这般 德高望重的长辈 都站在门口 瞧手以盼着 一看到我 刘老太太就拄着拐杖 在他人的搀扶下 向我走来 她的身形 变瘦变小了 勾搂了许多 步履也十分蹒跚 叶凡 谢谢你能来 她眼含热泪 真诚开口 甚至对着我微微弯腰 对不起 我欠你一个道歉 我目录不解 看着她 她认真解释 以前是我看走了眼 一直以为陆景臣 才是如烟的最佳良配 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她在国外 欠了一屁股债 回过来 就是为了得到如烟的财产 好替自己还债 为此她处心积虑 讨好我们 一走之后 如烟便跟陆景臣 断了联系 陆景臣没了依靠 被逼得再次东躲西藏 前一段时间才听说 她好像是被债主给抓走了 彻底消失了 对不起 让你在柳家 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我对着刘老太太淡淡一笑 都过去了 柳老太太领着我进了柳家宅院 到了柳如烟的房间 看到柳如烟的第一眼 我被惊到了 她曾经经验卓绝的容颜 紧隔一年 竟是彻底变样 眼窝凹陷 颧骨高高凸起 双唇发白发干 皮肉几乎枯竭 一眼望去 像是一年没睡过觉的样子 她的双腿 因为车祸打上了石膏 脖子也固定在那 动弹不得 如烟 叶凡来看你了 柳老太太在柳如烟耳旁 轻声呼唤 听到我的名字 正在熟睡的柳如烟 缓缓睁眼 一看到我 她的双眼 瞬间发红 叶凡 她轻声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不是在做梦吧 她的眼中 开始闪烁起了泪花 眼神里充斥着 浓浓的不敢置信 我走到她的床边 微微一笑 不是梦 是我柳如烟双唇微颤 泪光盈盈 我还以为这辈子 都见不到你了 我看着她 沉默着 叶凡 那天我在我们 第一次相遇的路口 看到了一个身影 很像你 我想去追你 可自己却被撞了 我终于体会到了 被车撞的感觉 真的好疼 我都难以想象 你当时是怎么忍着痛 一圈一拐离开的 让我更疼的是 我追到的那个人 不是你柳如烟 带着哭腔开口 神色楚楚可怜 我微微叹了口气 那个路口 我再也没去过了柳如烟 满目哀伤 我知道 你离开了 可是我却永远走不出那里 我好想回到过去啊 明明以前我们的生活 那么美好 我好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真心你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就好了 柳如烟无比虚弱地 发出了一声叹息 我也未知动容 都回不去了柳如烟 望着我气肉游丝 叶凡我快死了 临死前 我就想问问你 可以原谅我吗 柳如烟涣涣散的双眼 带着一丝期盼 看着我 在我的沉默中 他眼里的期待和渴求 越来越浓烈 我思索了下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不可以他害死了安安 我不能也不敢替安安原谅他 听到我的答复 他眼中的那一丝光亮 彻底熄灭了 我知道了 叶凡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这一生 是我对不起你 最后向我道完歉 柳如烟彻底闭上了眼 停止了呼吸 他眼角的泪 却还在无声地滑落 柳家众人顿时扑过去 哀痛大哭了起来 而我 则是在众人的哀嚎中 大步离去 柳如烟的生命已经结束 可我的人生 才重新开始 全文完